经过腰间向前刺出,左剑指随之负于右腕处,这个动作请注意不要端肩。 这是剑指手臂的上举练习。 练习时,双手要经过体侧上举,还要注意剑指的翻转和上举的位置。 这是剑指手臂向前摆动的练习。 练习时,手臂的抡转幅度不能太大,肩宽节要松活。 剑的基本姿势 基本姿势是指每式动作结束时的身体状态。 画面上出现的这些内容,都是三十二式太极剑的各类动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姿势。 初学者在每次练习之前,可根据自己的学习程度,选择三至四种进行练习。 练习时,要采用站桩的方式。 这样,可以尽快适应三十二式太极剑的规格要求,明确各种剑法中指点的空间位置。 练习时,要采用站桩的方式。 练习时,要采用站桩的方式。 再次练习时,要采用站桩的方式。 练习时,要采用站桩的方式。 既习时,要采用站桩讷,要与大标证的方式。 下面请看全套正面示范动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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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全套背面示范动作 学习者可以跟随一起练习 练习时请注意动作的规格和美式动作的运动方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